菲律宾南部马拉维市战役已经进行到了第三周 而这时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忽然出兵介入了这场战争 美国驻飞大使称这是美军应菲律宾政府要求援助菲律宾的行动 然而11日老杜一脸茫然的说 咦我不知道啊一直想执行独立外交政策的杜特尔特并不希望美军介入 这会影响地区自主权和外交权 当然菲律宾国防部接受了美军提供的情报支援 杜特尔特不知情也是有可能的 但美联社已经挂上了美军实战参与的大标题 这其中的微妙言词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不可否认的是美军的强势介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菲律宾政府驱逐极端势力 但菲律宾必须明白接受恶魔的馈赠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美国扛着正义的旗帜参与了菲律宾战役 难道真如表面上那样善良吗 实际上他们不惜损兵折将援助菲律宾是有自己的考量 首先美国并没有放弃遏制中国的第一岛链概念中非关系的缓和美非关系的疏远 让他们失去了稳扎南海地区的支点 美国需要菲律宾这样的亚太盟友形成对华包围圈 因此他们出兵援助是想得到菲律宾政府的认可 其次杜特尔特此前讲话有意驱逐美军 让菲律宾成为没有外部势力的独立国家 所以美国希望趁此机会展现美军的实力和强大作用 好让杜特尔特重新审视助非美军的价值 另外美国不希望失去对菲律宾的军事控制权 因为这不符合美国军攻集团的利益 更不符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方针 而这次伊斯兰国对菲律宾的恐袭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因为他们有了让菲律宾无法抗拒的人权大吉 如果拒绝了他们似乎就是拒绝为菲律宾民众生命安全着想 对于菲律宾来说 想要摆脱美国的军事掌控恐怕会变得更难 这样的军事同盟关系是畸形的 菲律宾需要警惕最后沦为和日本韩国一样被这种关系辞死绑牢 到最后甚至在国家领土范围行使决策权 都需要看美国脸色的地步 接受恶魔的赠礼付出的可能是民族的灵魂